我們剛剛一開始原本想說降檔、升檔可以設在上面這個按鈕 但是我發現我的手好像稍微有點太長了 因為我的手應該算蠻大的 所以這樣子握起來我的手自然放下來 上面這個按鍵其實比較難按到 可能可以用指腹的第二個關節的手指頭來壓它 但是你如果要指尖的部分來壓上面這個按鍵 會稍微有點吃力 所以我把它設成換檔換成 下面這個自定義按鍵 按起來比較剛好我的手指頭的位置